千万在这边不能用百度云和迅雷 垃圾 你向我学习 小电影什么的嘛 就大家都懂的嘛 观看起来会比较方便 这些都是啥 Hello大家好 我是王门 之前呢好像没有跟大家介绍过 我是一名导演专业的学生 就是无论之前就是在大陆 还是现在来交换嘛 就是都得看很多很多的片子 然后我们来台湾的第二天呢 就整个宿舍楼开了一个会嘛 他这边的宿管大哥 不能说大哥 宿管大叔告诉我们说 千万在这边不能用百度云和迅雷 大家知道吗 对于我来说 一个学导演的学生 没有百度云和迅雷 死翘翘了 垃圾 影响我学习 谁要是影响我的学习 我就和他事不两立 然后那大叔和我们说 就是之前并不是世典的学生 是另一个学校的学生 他有一个就是影片的资源 然后他就上传到那个自己的网盘上 就他不知道说那个网盘会有分享的功能 他以为就只是储存到一个自己的云端 结果他就被抓起来了 抓起来了 好可怕 我真的四色发走 这要是在以前 我可能得被抓个百八十次吧 你怎么看片呢 就我来到台湾之后会发现 台湾会有很多的那个DVD店 就影碟店 然后超市里也会有卖DVD的 我上次去光超市的时候 会有很大的一片区域会卖DVD 然后就世典大学的图书馆 是有专门的影碟租借的一个区域的 所以在这边呢 你租借或者买影碟 就相当于你付了那个版权费了 再或者就是说你去电影院看 然后我之前就问我台湾的同学 说我想去看电影 有没有什么买票的APP 就可以让我下载 他们说现场买啊 我们这边看电影 全部都是现场买票啊 那我要怎么知道 接下来的时段啊 我要看什么片子 他播什么片子呢 后来我就看知乎上的 台湾电影攻略 下载了一个APP叫做 电影神搜 很帅是不是 但是他只能查询 某一个电影院 放映电影的时段 并不能买票 我还是得就是查了时段之后 然后去现场买票 好在他这边现场买票不是很贵 大概200到300的新台币 相当于四五十块钱吧 非常值得一提的是 台湾现在的电影是有非常明确的电影分级制度的 像大陆现在的电影分级制度还没有做得很好嘛 我记得上次去看金刚狼的时候 他的电影海报上有说不建议儿童进行观看 但是他并没有说很明确的12加15加18加这样的分级制度 但是在台湾就是有很明确的分级制度 比如像血腥暴力 情色 比如说我上次去看了一部叫做巴黎野玫瑰的片子 他就是18禁 但是他是可以在电影院上映的 只不过你要达到18岁 但是我现在想来他好像也没有让我出示身份证 哦 可能是我这么一看起来就不像18分以下的人 我下次再去看夜影的时候 我梳一个双马尾过去 我看他会不会问我 但是我确实没有在那场的影厅里看到就是很小的人 反而就有很多老奶奶去看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这部片子我也有在台湾的网络上查到 所以说据我了解 现在如果在台湾想看电影的方式 基本上有三种 第一种就是网络观看 但是基本上是需要收费观看的 然后第二种就是DVD影碟观看 等一下我准备去租一个影碟 然后带大家一起体验一下怎么在台湾租DVD 第三种也就是电影院观看 相对于大陆的一些审查吧 然后有很多片子会在台湾上映 然后呢就像一些小电影什么的嘛 就大家都懂的嘛 观看起来会比较方便 毕竟电影院有的时候还会放 然后你租顶碟的时候也都是能走到的 反正接下来呢我就带大家一起去体验一下 在台湾租DVD让我们出发 哈喽大家好 然后我现在就在就是我们山下的一家影视店 然后我等我马上就要进去看看能不能看到好片子 妈呀这些都是啥 为什么被翻译成神鬼猎人 看看它的价格 好这边就是一部未满18岁不得看的片子 你好这个是价格是多少 就没有写 这个你想买一下租 租 租是60块 60块是几天啊 差不多10天左右没关系 10天左右 买的话呢 买的话250 我发现他们还是没有找我要身份证 可能我看起来真的早就超过了18岁 在一个没有种子的地方 我们应该把眼光放得更远大一些 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 台湾看电影的世界实际上是很多姿多彩的 今天的视频就到此结束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欢迎关注留学的真相 任何关于留学的问题都可以私信我们 如果喜欢我的话 请关注我的个人微博 留学的真相出国必看